首開紀錄的他拿到的是 贊單很漂亮 高屏六樓之二 贊單旁邊怎麼是贊單呢 對啊 你看吧 我從今天走進來 一路有沒有打招呼到 我一看到你就覺得 你今天是衰衰的 如果你要追一個人的時候呢 最好把他帶去比如說 遊樂園坐雲霄飛車啊 看鬼片啊 就會讓他有那種 心跳加速感 再多說兩句 蠻好看的 或是可以一起看全民心攻略 也很適合喔 絕名新攻略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台庫大樓 這怎麼動 愛心嗎 各位尊貴的祝福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這一棟財富大樓的 信任官員會主委曾牧村 主委好 各位 有人第一次光臨財富大樓 是吧 家庭姐 王娟姐好像也是 娟姐 第一次 我們今天請你們六位一起來分享 愛 愛是主動給予的行為 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付出 更要分享生命當中最寶貴的部分 哪些呢 愛需要關愛 責任感 尊重和了解 來 歡迎參加我們今天的愛情提升 演習 我們介紹大家今天的來賓 前面是夫妻檔 恩愛律師夫妻檔 簡大為林育恩 歡迎兩位 第三位沒有什麼站立的那一位 陽光愛情專家 曾揚琦 第四位 說出愛的影后作家 王娟 愛妻主播何榮 來 浪漫的劇場媽媽 方佳麟 好了 王娟先來宣傳你的好書 來 出書了 那主要是講原生家庭 帶給我的力量 所以愛不一定都是那麼的 單一層面 所以這本書就是 主要是講每一道光 都是一條回家的路 因為我們終究 年輕的時候 像英雄一樣想要出去 想要出去證明自己 可是年紀見長之後 其實我們要走回自己 逆著光看見愛 然後新書發表會是 7月13號在高雄山魚書店 然後7月20號在 台北的南溪成品五樓 然後7月21號在台中成品的 中有環形書店 這個逆光可以幫大家 複習你的愛 謝謝 謝謝 來 佳玲今天代表宣傳果陀的戲 我們分手吧 怎麼那麼悲觀呢 那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演了120場了 這是哪 果陀是什麼戲 我們是一個沈浸式的劇場 在師大的二樓餐廳演 對 對 好特別喔 你們邊吃飯我們邊演給你看 你也在演 真的就在隔壁桌發生的事情 就在我旁邊 對不對 那種感覺 他有時候必須跟你互動 還要你平平理啊幹嘛的 對吧 會 有時候會採納觀眾的意見 成為我們戲的往下走的方向 還有即興的部分 那有喔 我覺得有喔 我們分手吧 什麼時候演出 我們每個禮拜四的晚上7點 每個 對 每個禮拜四 所以我們120場了 2022到現在 好酷喔 OK 非常好 謝謝 接下來要歡迎我們的 本 這一棟大樓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蔡主蜜 在我心目中 永遠是我的主蜜 蔡佔華 隆重介紹一下 我們有哪些大獎 等待的大家 來 好了 非常謝謝 我們這帥氣的主委喔 那麼要告訴大家呢 在這集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全方位高屏槍 還有十八楊 天磁寶結電組 以及磁吸快取背包組 跟舒眠技能床墊 和全牛皮電動沙發 希望大家用我們的 智力換取財力 智慧大風就是 你 第一回合 一分三十秒現在開始 十五萬 一共十五萬 在這二十四個信箱裡面 準備好了 今天我們一起來提升 就是愛的演習 蔡主蜜請出題 因為對方某一個舉動 沒來又覺得可愛 感到怦然心動 在心理學上 我們會稱這個現象為 愛人暗影 還是吊喬笑意 請請搶答 愛人暗影 什麼叫吊喬笑意 吊喬笑意是兩個人 在有危機的地方 因為心跳加速 所以以為自己 愛上對方的感覺 那其實那個不一定 真的是愛 請介紹 它真這麼簡單啊 好 愛人暗影呢 就是Lover in the shadows 那它其實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想想呢 暗念這個人的時候呢 你會在一個很小 很微小的一個瞬間 被他給觸動到 就很像是在陰影當中呢 突然電光石火一般 你看到了一個畫面 它突然就打動你的內心 比如說呢 有時候女朋友 可能會坐在這個男生的車上 轉過去看到他開車的側臉 那一瞬間 你突然覺得 哇 好迷人喔 或者是呢 男生呢 就是可能看到女生呢 他可能頭抬起來 看著你也突然 那一瞬間跟你眼神交接到 你就覺得怦然心動 那種感受呢 就是呢 是在戀愛的時候呢 才會擁有的 那吊橋效應呢 就是的確是在一個 比較危急的環境的時候呢 因為你的心跳加速 所以你會覺得 對這個人 好像有了心跳的感覺 這也是為什麼 如果你要追一個人的時候呢 最好把他帶去 比如說遊樂園 坐雲霄飛車啊 看鬼片啊 就會讓他有那種 心跳加速感 再多說兩句 滿好看的 或是可以一起看全明星攻略 也很適合喔 簡單位 請選擇 那我選六樓之三 六樓之三 為您開箱 首開記錄的他拿到的是 帳單很漂亮 你不錯喔 運氣 你一出門就打到賽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跟他緣分這樣很深喔 很深耶 真的 但是他 這不是緣分深而已啊 這是什麼 還有文字深 憧憬啊 憧憬嗎 有人會因為這樣子 一瓶不洗啊 不會啦 他的程度應該OK啦 一萬三千零八千 超高的吧 這個帳單 來到日本買化妝品 你是買... 你是什麼樣的化妝品 那麼貴啊 那個可以講嗎 肌膚之藥 因為現在日幣好便宜喔 很棒... 很棒... 你對於... 你對於那個領域的保養品的 價格是便宜的 對... 但它是無辜的 人沒有無辜 一切都是緣分 這就是... 我被上帝蒙住了商業餐 我被上帝蒙住了商業餐 沒有搞好 你今天特別活潑 你是不是談戀愛 沒有 壞了吧 被你這樣祝福 請出題快 日本網站分析情侶最容易 會擦槍走火 引發爭吵的狀況 是... 不肯說我愛你 還是價值觀不同 請請答 何榮 我的答案是... A... 不肯說我愛你 價值觀不同比較容易吵吧 可是因為我在想 是日本的文化 應該是比較... 含蓄 所以... 比較不會把我愛你 這句話說出來 是... 你看 你講的你講講 的確在感情當中 三觀比五觀重要 所以呢 其實啊 價值觀一難不合 很容易就會吵起來 那第二名 容易會吵架的原因呢 就是呢 現實跟期待的差距 你很對他要很大的期望 可是最後沒有達成 落空了 那你難免就會吵架嘛 那第三個則是 溝通不足 就已經覺得 兩個人之間有問題了 你又不願意這個 坐下來 憑心靜氣的跟我溝通 怎麼能夠 讓我們這段感情 能夠繼續延續呢 來 來 請 請出下一題 以為你還有機會 浪漫主義師仁徐志摩 他曾經說 感情是我的指南 熱情還是衝動是我的風 請搶答 方佳玲知道 徐志摩說的這句話 竟然搶到了 來 來 真是不知道 感情如果是我的指南 什麼是我的風 衝動 衝動 請介紹 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好 徐志摩 他是有中國拜倫之稱 不過有很多人說 他是一個文藝渣男 因為畢竟呢 如果要統結 徐志摩的一生呢 可以送他三個字 就是戀愛 我們可以看到 徐志摩的才華很異 但是呢 他在一開始呢 因為了這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娶了張又怡 但是呢 他又愛上了林輝英 對他展開了非常熱烈的追求 最後呢 情定陸小曼 也是一個有福之父 所以呢 也讓大家覺得說 看到這個大文豪呢 一生呢 非常傳奇浪漫 但是有悲劇的結局 林輝英條件很好耶 非常好 他是第一個登上天壇 修補那個天壇的屋頂的 中國女性 對… 第一個喔 五千年來第一個 對… 而且不是有說法是說 那個徐志摩墜機以後 林輝英還有哪一片殘骸回家嗎 對… 好浪漫喔 因為他是要去參加他的演講 特別從南京要飛 結果沒想到搭那個油霧飛機 就是壯了 徐志摩要回來參加 那個林輝英的演講 對 她去聽 對 她去聽 好浪漫喔 偷偷跑去聽 沒有跟她老婆抱貝 但是你就是很純嘛 大男 不好意思喔 大概你在生什麼氣啊 這個家人就是個渣男 文壇渣男 來 佳麟姐 請選擇 五樓之四 小心 之四 五樓之四 是不是 對 開箱 五樓之四 可以 五樓之四 對 請出選 心理學者九一定律意思是 情侶吵架有九十%的幾率 是當下疫情用事 還是過往的事引發了情緒 請搶答 簡大維 好 我要頒回一層 答案應該是 過往的事情引發情緒 當下疫情用事也會吵啊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是 大家吵都不會有沒有結果 因為大部分不是心理師嘛 根本吵不出結果 所以把這個氣是壓下來的 等到下一次來的時候 過去種種的不愉快 又弄出來了 就比如說你今天回去看 晚盤沒起就記憶筆 可是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表現出來 但當你爆炸的時候 他光是在作案那邊絞臭 你是在想你的心聲嗎 我沒有 我沒有絞臭 你也沒有絞臭 就會被拿出來講的 為什麼我覺得你這些話 看著他說特別有靈感 那我還是看著別人說好了 我今天還想回家 過往的事引發情緒 請介紹 隨便不說這樣 的確有時候 這個情侶夫妻吵架的時候 你想說怎麼會為了 那麼小的一個事情 就炸了呢 比如說我只是亂丟襪子 但是對於 那個生氣的人來講 並不是只是因為 你當下的這個行為 可能只佔10% 另外九成 他是會覺得說 你永遠都沒有把 我跟你說的話放在心上 或是真的不要這麼做 你又這麼做 然後就會連帶想起 你昨天其實也這樣 你跟我約好的事情 你也沒有做到 然後全部疊加起來 一次火山大爆發 剪大為 好 那我選一個 準備投屏 六樓之二 你知道我帳單旁邊 不會是一樣的吧 不會是一樣的吧 這種事情常發生 隔壁的帳單 他們很會 他們有時候 根據來賓的性格 都會在投屏 我上次很厲害 帳單一條街 你看過沒有 有 帳單一棟樓 你看過沒有 開箱 你看吧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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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屏 刺屏 完全 沒有 鼓底翻身 你剛剛說什麼翻身 等一下來鼓底翻身 你剛剛按了 永不超身 不超身的兩張 你知道超了誰的嗎 那個很便宜嗎 那很便宜 知名美式賣場消費了 六千九百七十九元 也不便宜啊 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你今天有點衰衰的 我從今天走進來 一路有沒有打招呼到 我一看到你就覺得 你今天衰衰的 我以為是錯覺 你猜對了 陳哥通靈了 等一下 再出下一題 美國用相調查發現 女性結婚的原因 主要是為了財務安全 還是組織家庭 請搶答 方佳麟 你跟那個林怡恩同事按道 兩個人猜拳 來 楊金退一點 好緊張 剪刀石頭布 林玉恩準備開招 看她能不能復仇 我的答案是 美國 是美國 這是家庭 因為 不是為了財務安全 不是 我覺得 因為是美國 那美國其實很多女性 她們的經濟都是獨立 獨立自主的 那她們有很多女強人 那她們其實自己 都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她並不是為了說要 要取得一個可能永久的 永久的ATM 對 所以她是為了要組織家庭 而且美國人其實也很在乎 就是小孩的生育 然後小孩的教養 我覺得 所以她是為了說想要建構一個 完善的家 然後有小孩 這樣子 所以我 你覺得她答對的舉手 你們強人都不結婚 猜一個喔 請揭曉 什麼數 我好不容易按倒 對 其實美國他們做了一個研究 就發現了美國的女性 她們會願意進入婚姻的 前五名的主大原因 第一名就是希望財務安全 也就是說呢 我好像可以找到一個人 讓我覺得說 至少我在財務的方面呢 能夠無瑜 那第二名呢 才是為了這個友人陪伴 第三 才是為了愛 還有42秒 請出下一題 巴黎三大秀之一的 風馬秀 其名稱風馬 在美國原是印第安酋長名字 還是當紅托衣舞娘名 請搶答 佳玲很快 來 說話 當紅托衣舞娘名 當紅托衣舞娘名 請就叫 當紅托衣舞娘名 對 好 其實呢 風馬意思是原自於 這個北美的印第安酋長的名字 那因為呢 當時啊 白人入侵喔 這個印第安酋長呢 他還是呢 這個奮勇的抗敵 所以呢 他們就認為說 風馬這個詞呢 就象徵著的一種 我要振脫束縛 追求自由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最近呢 風馬秀呢 又再次選民大奏 很大的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Blackpink的Lisa 去跳了風馬秀 然後呢 也讓大家就是說 其實呢 不要用情色的眼光 或者是認為她是物化女性 來看待這樣的一個表演 而是呢 去欣賞女生呢 這個自信的美感 我跟你講一下 我們剩三四秒 一共就有三題啊 還有兩題賬單啊 而且都是同一個人 才五千耶 現在 好爛喔 你們這裡 我們很爛嗎 三四秒剩不到三題了 各位 請出再題 北地安是泰國的島嶼發展程度 它是以椰子等級 來取代星級評比的 請搶答 林允恩 我的答案是泰國 泰國用椰子的椰子喔 對啊 因為我去泰國吃到很多 椰子相關的產品 是因為妳沒去過斐季嗎 對 目前沒去過斐季 有星星嗎 有星級嗎 泰國 斐季跟泰國的島嶼發展 應該是 誰的島嶼比較多啊 對耶 我現在才看到島嶼兩個字 泰國 應該是斐季 泰國 泰國的島比較多 好可惜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 泰國它的呢 這個 有很多島嶼 它是用海灘等級來做區別 那就是用這個海灘的數量 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的沙子的細緻程度啊 還有它的海水的清澈程度啊 那在北濟的部分呢 它很特別 它用的是椰子 來做一個分級 那其實呢 他們有很多的這個島嶼 還是滿自然原生態的 所以一旦它是三個椰子以下的等級的話呢 代表妳還要自備飲用水喔 真的是相當的原始喔 它在四個椰子以上呢 它當地才會有水電 還有一些娛樂的設施 好 謝謝 請主持人 所以說 英雄難過美人觀 下一句是 美人難過錢觀 還是愛吃醋 請請搶答 我的答案是愛吃醋 你是自身經驗的 沒有好不好 好 英雄難過美人觀 下一句是 美人難過愛吃醋 那也沒押韻喔 感覺應該要像 應該是別的字 錢觀兩個字不同 可能是 別的字 美人難過 是不是 以前女人應該沒有辦法 持有財產吧 那個年代的啦 不是為了財務安全嘛 可是那是現代啊 那我要再做 那是古代嘛這個 來 愛吃醋是吧 請介紹 好 好 大家都知道 英雄難過美人觀 美人難過賣酸攤 那因為呢 英雄都愛美人嘛 所以呢 當然就很容易呢 三妻四妾啊 或者是喜歡看 其他漂亮的女生 那難免自己的太太 就會不開心喔 那其實呢 這個由來呢 跟這個唐太宗李世民 有關係 那個時候呢 他想要幫自己的 房玄玲宰相的納妾 但是呢 他的正式太太不同意啊 所以呢 唐太宗就直接了 跟他說 如果你不讓他納妾 你就把這瓶 毒酒給喝了吧 結果沒有想到喔 這個宰相夫人呢 就真的直接一飲而進 還好呢 裡頭放的是醋啦 所以呢 也驗證了喔 他真的是不管怎麼樣 我求死的心 我都不讓我的老公 能夠有二心 純愛真是 看這是真愛 對 把它記起來 不是 真愛 真愛長空 不是 納妾是怎樣 真愛情 你是不是書封啊 對 我怎麼按都不死 而且我在這邊看 我看得很明顯喔 那個剪大尾啊 他現在都不敢按著按鈕上 我覺得 他每次拍照都這樣 最後是拍那個時候 開始遲疑了 對 遲疑了 我先麻煩那個 紅色抽一抽啦 你這個難脫平了 來 林圓 選個高樓層好了 來 八樓之六 還剩十九秒 你終於開箱了 八樓之六 希望不要再這樣吧 有錢 有錢 好少喔 三千錢 最後兩題 請出聽 資本人說的爸爸活著的是 年輕女子不工作 靠爸爸養 還是找年長的男子包養 請選啊 來 說話 找年長男子包養 你聽過爸爸活對吧 我知道他們好像現在的年輕女生 他們 價值觀跟我們以前比較不一樣 Sugar dating 對 所以他們 對 就是Sugar dating Sugar dating 對 找年長男子包養 請一下腳 真的是啊 好 這個活叫爸爸活 他在2014年的時候 網路開始出現了這樣一個用語 就是年輕的女生呢 他可能會賠一些經濟條件非常好的 年長的男子 去吃飯啊 去酒吧啊 那如果呢 燈光美氣分夾之後呢 也會再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情 所以後來在2017年 也把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拍成了日本的網路電視劇 七樓之六 七樓之六 開箱 不錯喔 終於有一個人破壞 我也破壞了 終於 十一秒剩一題了 請出題 每周園住名稱六月滿月為草莓月 是因為月亮的顏色像草莓色 還是當月盛產草莓 請搶答 就你們兩個跑來跑去 林玉恩又是妳 來 我的答案是當月盛產草莓 六月 對啊 因為六月好像剛好真的是 現在也可以有草莓吧 沒有嗎 沒有吧 草莓 現在是冬天的嗎 冷的時候啊 草莓都是 冬天收成嗎 十月後 美洲的原住民 北美啊 是北美 跟我們一樣 謝謝 風機喔 立像操作 因為呢 其實啊 在這個北美 他們的氣候比我們還要冷嘛 所以呢 他們其實呢 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是冬天會吃到草莓 可是呢 在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 他們是在六月的時候 盛產草莓 然後因此呢 他們就把六月呢 當成呢 是一個草莓的月份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也才會說是草莓月 那後來呢 也隱身喔 因為跟草莓一樣甜蜜 所以也是一個很適合蜜月的日子 所以呢 大家也都會說 六月的新娘最幸福 最後一案 來 我靠著帳單選好了 靠著帳單選好了 妳還敢 妳盡量邏輯不要跟錢大為主 不太可能連續三個帳單 妳不要用他的邏輯啊 對 非常可能 七龍之二 選項 好慘喔 六千 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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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價錢 純粹只是為了激怒你而已 對 他沒有什麼反應物價的能力 好 報告一下大家的成績 其實非常很容易辨認 而且大為付了兩萬零六十元 然後零元 他老婆三千六 財運是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中間三位呢 並列第三名 是比你 是比你 最後一萬二 方佳輪的一萬二 目前領先的就這兩名女子 掌聲 耶 加油 加油 第二回合開始了 提醒一下現在的戰 你們的狀況 很好改 最多才一萬二 對啊 第二關 第二回合 這樣就知道了 隨便都是一萬二 一萬 大部分都一萬以上 你們加油 好 現在來到二十萬 加油了各位 請出題 為增長人口數 鼓勵百姓生育 唐太宗祭出了單身稅 還是送宮女出宮 請搶答 方佳輪 單身稅 送宮女出宮幹什麼 而且我覺得古代的軍王 他們其實戰友力很強 握拳 握女人 有拳 有勢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會想要 握拳 握女人 對 握友 握友 他握友這些東西 他不會想要去 分享這些東西我覺得 單身稅 請介紹 介紹 幾天這樣說到 你是不是信了 好 因為寄出單身稅的人 並不是唐太宗 是漢高祖劉邦 那個時候 為了想要增長人口數 所以就寄出了單身稅 就希望青年男女 趕快婚配 然後是競速生育 那到了這個唐太宗 李世民他是注意到 好像有很多的單身漢 都找不到太太 那所思又想 就想說 皇宮裡頭 就養了非常大量的 年輕單身女性 就是這群宮女 所以就乾脆的 到一定的年限 就把宮女放出宮去 讓他們可以密得良配 再出現你 成語奇人之福 這個典故中 故事原是在說男人 妻妾成群很幸福 還是總假裝自己很幸福 請搶答 何榮 漂亮 來了 脫平了 妻妾成群很幸福 不是 不是 當然不是 他是一個諷刺 我記得 這個孟子裡面的 好像不是耶 是狂岸不是 我 我記得不是 好不容易有一句 真的好像不是 奇人之福 想盡奇人之福 不是 我們一般都以切 人嗎 有很多老婆 通常不會幸福 不幸福 奇人之福嗎 請教 對 是假的 對啊 奇人之福啊 這個故事呢 原本是說 七谷有一個男人呢 他有一妻一妾 然後他每天早上呢 都會打扮得好好的 然後出門去啊 然後呢 都會喝得醉醺醺的回家 他的這個妻子跟小妾 就一直想說 到底 我們的丈夫 每天到底都是去跟誰 飲酒作樂了 所以有一天呢 他們就一起呢 這個偷偷跟在他的丈夫後面 他丈夫常常跟他講說 他都是跟一些 達官顯貴在吃飯 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結果呢 他們發現 因為他老公根本就不是 因為他都是到呢 這個墳墓的旁邊 去跟人家呢 乞討那些祭祀吃盛的酒水 所以呢 他們就覺得非常的可悲 怎麼會嫁給這樣的一個人喔 那但是後來呢 大家呢 就直接把奇人之福引申 因為他前面就有講說 這個奇人他有一妻一妾嘛 所以就把它變成 好像是妻妾成群的概念 再出下一題 來 加油 無資女的頂客族 一旦一方去世 配偶能夠得到遺產的二分之一 還是全部 請搶答 曾陽晴 周玉 周玉 嗯 三 四 二分之一 請揭 耶 好 因為根據民法的規定喔 這個繼承人呢 除了配偶之外呢 當然還有直系血清啊 還有背親屬 包含了父母啊 跟兄弟姐妹啊 祖父母啊 都有機會可以分到你的遺產喔 所以縱使呢 是所謂的頂客族 也就是呢 這對夫妻他們並沒有子女 但是呢 在遺產上面的分配啊 他的配偶也是能夠拿到二分之一 來 曾陽晴請選擇 選擇我拿第一了 我跟妳講 七樓之四啊 生氣七 生氣了 剛剛有選過的 曾陽晴隨便是怪怪的 他的這一年來的表現方式都怪怪 開箱 笑死人了 九千四 他會為止九賴之四 九賴之四 九賴之四 來 請出下一題 為了要介紹 不愛做讓座的爭議 北街文庫縣 近期以廣播宣導 還是增加座位的方式 有效改善爭議的情況 請搶答 方佳麟 我住內湖 廣播宣導 廣播宣導 這真不愛做 也沒什麼好真的 所以我覺得 人家還是要 今天還要改成叫優先座 不叫不愛做 叫優先座 目前正在準備修法 要改成優先座 因為在這不愛做 其實是從北歐國家那邊 引進的一個觀念 就是他們的社會福利嘛 然後他們不愛做的 英文名字就是 所以它應該是優先座 所以台灣這邊就要改成說 以後不叫不愛做 然後叫做優先座 來 你說是廣播宣導 請介紹 稍微說明一下就好 來 其實現在就有網友透露說 在坐這個文庫線的時候 就會聽到 這個車廂當中有傳出 廣播的宣討 告訴大家 這個不愛做年齡 不是唯一的標準 請發揮同理心 愛與關懷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 把這個座位 禮讓給優先有需要的人 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二 八樓之二 開箱 錶 五萬 這個很難追回來了 不一定 因為還有五十三秒 不一定 對啊 不要放棄喔 還有機會 還有 你還有下一次的機會 下次再來 請出下一題 獲得國際認證的台北馬拉松 賽事起跑點是台北101 還是台北市民廣場 請講答 這個絕對不能再答錯了 每年都跑 來 說話 台北市民廣場 那最後終點是在 終點前兩年都是在台北市民廣場 但這兩年是在南京東路 就靠近小巨蛋那個地方 對 因為我都在那邊 因為他考量到那個路線 因為我都在那裡 你都在那邊煮麵給大家吃啊 我在那邊還遇到蟲桌布啊 我上次不遇到你 你在那邊 對啊 把麵給大家吃 我都固定 我連續兩年只能下面給大家吃 鼓勵 鼓勵 亂開心的 台北市民廣場 請揭曉 好 台北馬拉松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囉 它是在這個1986年的時候呢 正式開始的 也是規模最大最具特色的 一個城市馬拉松賽 那這個賽道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是從台北的市 這個市政府前面的廣場 開始起跑 會進行24個特色的地標 終點就在台北田徑場 河龍 托平 來 八樓之六 頂樓夾蓋 八六啊 頂樓夾蓋 八啦 對 原來你這麼迷信啊 高樓金 等一下 好嗎 哇 想笑死人 你發瘋你發瘋 起床 是你 相愛人物增加立體和陰影 是輪廓更加的明顯 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要使用逆光 還是側光的手法拍攝 請搶答 哈囉 立體跟陰影的話 應該是 側光 我覺得是對的 請揭曉 當然是側光 的確 本來天天無時的東西呢 如果這個打光得當 用側光的方式呢 比如在45度角 90度角的這個區間當中 去幫他做一個光影上面的 一個變化 就可以讓這個東西呢 看起來輪廓更加的明顯 而且更加的有層次感 何榮 在學 六樓四 開箱 可以 一下就變第二名了 你看多容易 多容易 請出下一題 並有AI發現 跳舞的方式 還是吃飯的方式 就像指紋一樣 可以辨識出 你是誰 請搶答 學員大為 我的答案是 跳舞的方式 其實 因為我以前是熱舞色 所以其實看起來 每一個人都可以 對 明顯是什麼色 熱舞色 他唱得很好喔 熱舞是熱舞色 街舞的 來一個吧 來一個 來一個 今天跳拉田將 他很厲害 他跳得不錯 可以給他加錢嗎 你加錢 他跟我說兩次嗎 你剛剛都在桌子 後面跳要幹嘛 對 來這邊 他現在跳 原來跳不動了 吃太多 你現在還在地板動作 就幫你加錢 不要多 兩個八百個 兩個八百個 來 預備 一二 老師 不錯耶 很厲害喔 身材很好 熱舞色 熱舞色 還協調 他不相信 你認為 一個人的跳舞的方式 像指紋一樣 可以辨認 對 這每個人都長不太一樣 可是讓我沒有研究 可是至少我從熱舞色看起來 他們每個人 就算沒有 因為我們熱舞色跳舞的時候 可能會在很難 關燈的地方 所以可能都看 剪影都看得出來 謝謝 很玩笑 最近真的很神奇 你看其實我們在跳舞的時候 會想要盡量讓大家都跳得很齊 但是不管再怎麼齊 每個人的舞姿 還是各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他們其實就用AI去辨識這種 去看了以後就發現 其實這個從準確率 可以辨識是不同的人 大概可以高達94% 所以那就像是一個人的指紋一樣 也可以用一個人的舞姿去辨別出 到底是不是你 我剛剛在六樓之三跌倒 我們就不要選六樓之三 五樓之三 漂亮 等一下 五千五 不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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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開始要脫平 對 結束下一題 關於勞動基準法中婚嫁的規範 需要一次請煮 和婚嫁八天不含立假日 喝者正確請搶答 方佳玲搶答 因為我不是上班族 所以這個不適合我 可是 可是我自己覺得 應該比較合理 應該是婚嫁八天 不含立假日 會比較有人性化一點 婚嫁八天 不含立假日 請介紹 不錯喔 在過去有原始的這個法律 是說婚嫁呢 必須要一次請煮八天 那當然呢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又要辦婚禮 又要度蜜月 就是呢 其實在時間上面的調配 需要可以更彈性一些 所以後來 經過了修正以後 就變成說呢 這個婚嫁八天 公司照給 但是呢不含立假日 然後從呢這個 結婚當天呢 往前算十天 一直到結婚的後三個月 這一段期間 都是能夠來請婚嫁的 當然如果你的雇主同意的話 它可以呢 時常拉到一年 你在這段時間 趕快把婚嫁起飆就OK了 佳麗要選喔 來 請給妳 我要選六樓資料 應該沒什麼問題 開箱 少耶 為什麼今天寫的都很小啊 不是說這一階段都破萬嗎 慘高啊 我說有一半 一半以上 還有一半以下就是 我們快把一半以下的 還有那個鄰居幫幫忙在裡面 來 請出佳麗 國外研究顯示 長期停止性行為 可能會造成 這個 頻繁性的丟失鑰匙 還是睡眠品質更好 請搶答 姐姐大維 我 我 我覺得應該是 雖然我很想丟鑰匙 可是 不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是 頻繁丟失鑰匙 因為那個東西 對男生而言 你幹嘛要強調 不是這個原因 那一定是這個原因 很尷尬啊 又什麼好尷尬 因為就是這個原因 你不尷尬 尷尬就別人 你怎麼尷尬 老婆的旁邊都不尷尬 你尷尬 對啊 好 那是我們 就好好回答 平凡的丟失鑰匙嘛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影響 有人說嘛 就是那個 那是一種對腦內的刺激 那如果都沒有做這樣的刺激的話 你腦袋的那個運作 可能會因此變得比較 沒有那麼靈光 我覺得這個有睡眠品質 睡眠品質更好 睡眠品質 應該不會 應該是 比較多人 性行為對睡眠品質 才有幫助吧 對啊 對 要多 聽說是多做 我們這有個性學大師耶 是啊 是喔 你以為他紅光滿面是為什麼 平凡的丟失鑰匙 請 揭曉 有些半女的因為在一起久了 所以難免會對彼此性質缺缺喔 可是你知道嗎 當我們的缺乏性生活的時候 很容易你的生活就會進入一個 聖人模式 然後進入聖人模式之後呢 你的身體可能就會造成一些影響 比如說當然會影響到你的一些激素啊 荷爾蒙啊 睡眠的情況啊 也會讓你的睡眠品質並不是這麼的好 然後呢 免疫系統也會變弱 甚至注意力也沒有那麼集中 就常常不小心把鑰匙給弄不見了 來 選一個快 我選的 我選六樓之三 看一下 不行 十塊都不夠 十塊好了 天 慢慢睡 請讓人加油 請出座題 從衛生作品發現 近代學生運動野百合運動 黑色五次運動 吸引了大量的學生加入 是為了要追求自由戀愛 請搶答 好啊 沒機會了 目前的第二名是何榮 我不知道 你三千六非答對不可 來 你的答案是 五次運動 吧 近代學生運動的五次運動 為了追求自由戀愛 因為那段時間好像滿多文學 野百合運動應該是政治訴求吧 對啊 然後好像滿多那個 文學作品是五次運動的 然後裡面也是講自由戀愛的 新文化運動 五次運動是不算文化運動 是這樣推的 答案是 好 在五次之前很多個作家 受到了俄國文學的影響 也非常崇尚妙的一個戀愛的觀念 所以他們呢 在那一個時代 很多人呢 可能是因為這個父母之命 或者是呢 買辦婚姻 所以呢 並沒有辦法自由戀愛 所以有許多的學生 他們大量的投入五次運動 也會希望可以爭取更多的自由 跟自主戀愛的權利 你要一萬二以上 才能變成新的第二名 可以 請選擇 那就五次吧 五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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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戀愛 他想自由戀愛 簡單 妳要小心一點 三萬 其實他常丟失鑰匙 才丟失鑰匙 開箱 真的 真的 好像滿高的耶 滿高 厲害... 何榮今天太晚開張了 可惜了 恭喜兩位 進入冠軍戰狀賽 加油 好 恭喜兩位 金銀額上的差距有一萬四 一萬四左右對吧 目前家庭暫時領先 只有三層樓十八個信箱 來到二十五萬 好好用 來 妳選擇先公後公 後公 那就是林玉恩 好 請準備 請出題 新新年安心承價貸款資格 是二十到四十歲的青年 還是十八歲以上 二十到四十歲青年 借腳 好 青年安心貸款十八歲以上就可以 真的 達理選轉移 方佳麟準備 請出題 睡覺冷氣運用定時關機 還是舒眠模式比較省電 舒眠模式 正確認識 請揭曉 對 請揭曉 八樓之一 還可以 妳只能保留兩次的金額妳知道 我知道 一萬一 保留要靠幾 我留 留啊 OK囉 保留 進帳 林玉恩準備 請出題 請 想人質減肥應該要選擇夜跑 還是晨跑 晨跑 請揭曉 非常好 請 選擇 我選 七龍之三 好慘 四千 好 好 沒什麼研究 不保留 請出 謝謝你 馬拉松的體元 常跑 是為了要傳遞 勝利戰報 還是敵軍軍情 勝利戰報 敵軍軍 不是你 是他的 敵軍軍情 請你解決 我要說 勝利戰報 沒關係 不過他們是 好病 因為他們是從 一路從前線 跑回雅典 對 一路從前線 跑回雅典 他跑到了也因為過勞 掛掉了 對 對不對 達立拳轉移 林淵 該你了 太緊張了 對不起 請出題 蘿蔔糕 因為很油吧 請揭曉 蘿蔔糕 三百五十七大卡 酒菜盒整個還不到三百卡 蘿蔔糕很油啊 是啊 來 請 選擇 八螺之三 他變了沙麻痹 就好 趕撿 有那個跟油 可以 一萬四千五 流不流 不要嗎 走出自己的路 來 好 獨立的女性 要是不要 流 流 緊張 先拉近彼此距離 落差只有一萬 這就很好追了 方佳玲準備 請出題 酸奶 汗藥落如何者的 蛋白質含量比較高 酸奶 是不是很簡單 因為我剛下醫師按了 有漏電的 不是 他以為要按鈴 沒有漏電吧 聽起來聲音在發抖 酸奶 請揭曉 請揭曉 請選擇 我要五樓之舞 沒有這一層 對不起... 五樓之舞 五樓之舞 沒有這一層 你還好吧 我手腳好冰潤喔 森哥 五樓之舞嗎 他只有三層嗎 台鄉 他只有兩層 上面兩層 很普通 一萬 我只要 可是你只剩一題喔 我只剩一題 真的嗎 11秒 可是我剛剛只用了4秒 我現在還有11秒 不是應該還有兩題嗎 可是我們的 如果萬一剩不到6秒 是會死掉的 我就是個獨徒 我不要 我喜歡你的態度 打電腦轉移 林玉菸準備 請出力 Ding in every pie 他的意思是太彈癡 還是太插手管事 太插手管事 請揭曉 你還有一題 請選擇 好難選 他們兩個還可以再保留一次 八樓之六 八樓之六 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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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搖頭 還好 剛才那個有沒有 九千 對 真的還好 八秒應該還有一題吧 差一點 哪裡 八秒還有一題 好 那比 十一秒就不知道 對 要答對 除非夠快 他就有兩題 幫我講節目講快一點 好 方嘉玲準備請出題 因為變名Traffic Jam 他的意思是迷路還是塞車 塞車 Traffic Jam是塞車 請就叫 你選擇 七樓車 你們各還有一次保留的機會 也還有一題的機會 對 好像不好 好像不好看 零很大 五千 一腳差 怎麼會這樣 各生一題 決定勝負 林育昂 三萬 請出題 意大利料理 好 請揭曉 相比直覺 中國第二喔 才差一點點耶 對啊 因為很多餐廳都有意大利麵 披薩 那是 也是因為這樣子 來 你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請選擇 六樓之六 六六大順 他沒有一萬一 這其實蛋況已經結束了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又差有點遠 恭喜 恭喜你 一萬三千五千 緊張 緊張 你哪裡答對 進入賽典了 好可怕喔 超越 現在進入賽末典 你答對才有機會反超 否則就是以這三千不到隱恨 請出他的最後題 有日本的廚房子 現在的都市是京都還是大阪 大阪 好 來 大阪 請接腳 你答錯就沒了 一切都沒了 我剛剛用幾秒 你剛剛用不到三秒吧 三秒 三秒 你現在就剩三秒 五秒 八遍 你已經表現得不錯了 最重要的意思 你現在要三千塊以上 太容易了 隨便選都反超 來 我選擇 那個七樓之一 隨便選都 隨便選 拜託 你一定有啦 隨便選 一萬三 五萬五千九百元 恭喜獲勝 我小孩都算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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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來宣傳果陀文創好戲的 方佳玲什麼禮物 好 我們要送你們兩項大獎 第一個呢是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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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功能可以隨時掌握 食材通條的狀態 加算十六公分立體氣炸鍋 烘焙紙 安心享用美食 無需要擔心有此喔 掌聲 對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你的智慧 累積你的財富籌碼 想要打開金庫的支付密碼嗎 別忘了 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 就在全民新攻略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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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fu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